來到今天首映氣準會的是 納丟 今天所有過人沒有外包來的現場 但是過人的交通工具有來好 我覺得每個世代都有屬於每個世代的經典 像對於我來說 我以前在大學時期看的 就是李若彤的那個版本 對於我來說那個版本就是經典 那我會希望到下一代的人 在看神妙下有的時候 他們會說我心目中的小龍女 就是陳妍奇這樣 對 所以要讓這個時候的朋友 我們可以感受到 陳妍奇塑造了一個新世代小龍女的形象 很對於我們來說 因為你看的版本也算好後期了 我們的版本是劉德皇這個版本 一聽過有30、40年以上 我們有給我們 是 謝謝 好 我們這個讓大家看到的小龍女 你通常感覺是比較冷酷一點點 對 可是你的這個版本的小龍女 因為你的長相本身就很甜美 是不是在這個台詞的設計上啊 還有這個形象的詮釋上 也會帶給大家比較溫暖 更比較多情一點點的感覺呢 因為其實在新修版的神家俠侶 我不知道大家有沒有看過 就是其實在新神家俠侶裡面 金融老師他已經有 對小龍女的描寫已經有變化了 就是其實是更人性化更活潑一些的 他在裡面的很多的台詞 其實就已經不一樣了 對於我來說 其實我更喜歡這樣子的動動 就是會是一個更人性化的角度 對 尤其我們在看台詞設計當中 從我們以前那麼多的版本比較起來 現在的台詞的詮釋上 比較更能夠讓現在的觀眾 就是這句話就馬上打動他們的心裡面的感覺 就像如果奇人節即將要來了 就可以從裡面的一句話 讓女生可以對男朋友說 你知道我要講哪一句嗎 就是 你今天可以喜歡我一個人 又可以喜歡別的女生 你今天就變那一句 沒有 我記得原話講的是 你要是敢喜歡上其他的女生 我就會殺了你 對 就會死在我手裡 而且是真的是原著裡面就這樣講 我要殺了你 真的是在這個感情當中 會帶給大家很深刻的感覺 那我也沒有演過任何一個角色 她是在戲中就是 無論何時何必何處 她就是不停地在放閃光 就是永遠都是不管其他人 外面打打殺殺 很多不跟她的事 她眼中就是有演過一個 然後就是不停地跟她在那邊才是說 你有沒有覺得這樣很幸福 對啊 你看現在的 你如果要放閃哪趕 只能在戲裡面 保起來放閃的感覺 我覺得那個 其實就是 女生后妹以求的那种爱情 对 而且是一个男生的眼里只有你 无论好 连这么多的美色诱惑 都觉得走开 我只有看到孤独一个人 对啊 因为其实杨伦过就是罗安人名啊 在戏里面所有的角色 所有的女生角色都爱她 对 她的戏里面就是只有小龙女一个 我觉得这就是女生的梦 对 难怪你会被妻子这么惨 因为你知道 你把大家心里面最重要的那个人 都给抢走 对 是 有一个画面我也觉得 看了以后让我们觉得 哇好刺激哦 就是铃顺大哥被舔脸的那一刻 对那一刻也 还蛮精彩 对啊 那也是一个很经典的桥段 让大家觉得 哇 现在的这个全新版本的神交侠侣 可以带给大家 在这个视觉跟心里面有这么大的冲击 有啦 编曲在里面也加入了很多 属于她自己的创意在里 是 因为小龙女她有很多的功夫 你自己会不会觉得终于也完成了 因为你看你很多的作品 你都需要体力上的操练 而且游泳也好啦 甚至翻啊打啊 这次还要钓这个 威亚威亚 对 有没有觉得也是非常过瘾的一件事 我记得我第一次钓威亚的时候是火尔神坛 然后那个时候呢就是要也被摔出窗户 等于是我们整个往地下掉完全 没有啦 他们的地面其实很没有安全感 然后那次我就觉得 钓威亚超级可怕的 是 那时候钓完以后 我心里就想了 我这辈子再也不要见了 就是要钓威亚的事 很多时候都不能说我这辈子见了 永远都不要说我绝对不要怎么样 因为他马上就来找到 是 然后呢就接下来马上就接到了神交侠侣 然后神交侠侣呢 他们对小龙女的设定又很 很不一样 就是呢可能其他人追坏人 对他们不用跑 可以用庆功 是 小龙女一出场就会用飞的 因为她是小龙女啊 就是当然希望我塑造出小龙女 就是个很飘逸的感觉 所以她只要是 武打或者是追坏人 就是有人都是非的 就变得我每天每天都要掉蛋